各位学员大家好,我是高焕唐高老师,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。 我现在要来讲解第15章,就是继承跟委托,它的关系是什么。 所以我将在这个一开始,帮您解释那这个继承的一种特性,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,讲了很多继承,但是它也有副作用。 那这个副作用在某个点上面,可以用委托的方法来化解这样的副作用。 那我们再来看看Android的例子,那它的继承跟委托,是在Android这边,我们可不可以来应用看看,来观摩看看。 到最后呢,我还是一样,谈谈这个C++的继承跟委托。 好,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继承的副作用咯。 在很多的Android机制,都是依赖在OOP的继承观念,这是对的。 其目的,通常是要去继承副类的代码,而达到这个副用,就是再用或者是副用,就是reuse。 另外一个类别,尤其是副类,或另外一个对象里头的函数。 在本章里头呢,也要介绍这个Delegation的这种机制,它也能够达到副用的目的。 就是,副用的目的呢,透过继承是一种,透过委托也是一种。 然后,继承跟委托呢,就能够达到这一个对象或者是代码,复用的目的。 但是,各有所长,要相互相成。 它两者,各有优缺点。 那我们现在,就从这个简单的继承来说,谈一谈这继承的缺点在哪里。 OK,好,那我们今天来看,这个正方形跟长方形到底是什么继承关系。 那依照我们的数学概念,这个在OOP呢,有一个叫AKO,就是子类,是A kind of,就是子类,意志,A kind of,这一个附列。 所以,子类,跟副类是有AKO的关系。 所以呢,我们这边再来看看数学上面,正方形是一种,对不对,而开走这一个四边等长。 对不对,所以它是AKO,是一种的开走,对不对,四边等长的长方形。 所以,因此呢,我们得出来,满足这个OO的概念的,是长方形是基类,正方形是子类,对不对。 OK,所以我们就写了,class rectangle,对不对,然后这设它的边长,这设长,设宽,计算它的面积,哎,看起来蛮好的。 然后呢,这也设定了一个记录它的长跟宽,有没有,哎,看起来蛮OK的。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子类,叫Square,来计成Rectangle,对不对。 好啦,那我们就提供一个函数,叫做设边长,然后就找这个边长给它,给它。 看起来,这个蛮OK的,有没有,因为这的确,就变成一个正方形咯,因为长宽都是一样的,因此就写一个main program,就来new square,然后setnames5,然后呢,算出它的area,哎,蛮正常的。 啊,所以呢,子类square,充分reuse啦,应用的,因为透过计程,你看去调用,set,height跟setwith,这两个的代码,并且达到了复用的目的。 啊,从数学上来看,正方形是一种特殊的长方形,这是合理的。 还有在这个,啊,这个字典上面,对正方形的定义,也是一样,正方形是一种四边等长的长方形,因此呢,这个,我们可以,啊,把它变成,这个正方形是子类,长方形是基类,那就是很合情合理的,合情合理的。 但是,它有一个缺点,缺点在哪里呢?我们来看一下。 就是,我们有说过,这个都是public,这个函数是public,这个也public,这也public。 所以,这三个函数,构数,构成了,这个Rectangle的J口,啊,构成了,这个Rectangle的,这个J口,啊,的J口,啊,的J口,这Interface,变成它的J口。 然后呢,它继承了,它会把这个J口全部继承下来,啊,所以它的,这个J口并不是只有这一个,它还有三个public都变它的J口,对不对? 那它的J口意味着,引起client来使用的,啊,就是public,啊,结果呢,啊,别人就会来用,啊,因为你是public,所以别人就会来用,所以别人会这样用法,啊,因为你有一个square,之后呢,square setheight, square setwith,对不对? 那这个是OK的,因为,这个都是你继承下来的,public的函数,啊,这是你的J口,啊,那,你既然把J口给我,我就可以call你,啊,那,但是,这个时候,在整个语法上面都是对的, 但是,已经把square搞成不是正方形了,它已经变成是长方形了,所以呢,这叫做,啊,你继承了,激烈的J口,但是,你要小心,你这个J口呢,是public的,那么别人可能会给你乱用,啊,那,就会把你搞错了,啊,所以呢, 这个时候,怎么改进呢,采用回头的方式,OK,啊,回头的方式的意思就是说,啊,我这个square,接到这个,这好像是square,啊,接到,这一个信息的时候,啊,那么我就,啊,把它转给你,那叫做回头,所以呢,我square正方形,接到信息的时候,那么我可以回头给,这个长方形,啊, 啊,回头给他,但是,我不继承他的J口,我不继承他的J口,OK,啊,所以就,没有这个副作用,那这个时候,你要回头给他,就要使用,对象的组合的,概念,啊,然后,把这个,啊,啊,这个对象组合在,这一个,正方形的,对象里头,那么,就可以了,就可以了,啊,所以我们就,设计一个, 这个rectangle,一样,都没变,啊,跟刚刚的,一样,都没变,再来设计一个正方形,的类别,啊,但是,这个时候呢,就不用继承了,啊,这个不用继承了,啊,那因为上一节已经谈过, 这个继承的结构,他的缺点就是,他继承了这个函数,所以呢,可能,啊,会给别人,来拿来用,所以反而,无用而有害,万一呢,别人调用到这个,他就,啊,不等长了, 这个时候呢,可用组合的方式,去让square,去new一个rectangle,啊,或者是,我们把它组合起来,所以他,就委托他,有没有,委托他,OK, 好,那我们现在来看看,这个,啊,代码怎么写,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类,叫做rectangle,OK,一样的,然后呢,设计一个类,叫square,但是,不继承他,不继承他,但是里头呢,设一个,啊, 啊,指针,设一个参考,设一个参考,也就是说,我们在这里,啊,接下来呢,我们会,来new的时候,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啦,在这里,我们先看这里,首先,new一个rectangle,啊,new一个, 这个rectangle的object,啊,new一个rectangle的object,啊,new一个rectangle的object,然后再new一个,啊,正方形的object, 就是square的object,就是square的object,就是square的object,再new一个,square的object,OK,好,再来,啊,这里,啊,这里,就square,就可以set length 35了,好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构造式,这里,啊,首先new一个,这个,rectangle的object是这个,对不对,好,然后呢,再把这个的,参考,丢进去,给square, 所以square就接到,这个参考呢,啊,就跑到这里来了,对不对,然后呢,就把它存在,这个参考里头,所以在square里头有一个p,啊,rec,啊,这个的,参考变量,啊,因为你把这个rectangle,的参考丢给它, 啊,所以它就参考到,这个,这个,所以这就构成一个,一个,啊,whole part的关系了,组合的关系了,它包含它,OK,好,建立出这种结构, 然后,接下来,set length,就是把,啊,35传进来了,传到这里,然后呢,它才送两个message,一个message,set height,一个message,set width,有没有,所以这边,就把它设成,等长的了,等长的长方形,好,这样子, 然后,接下来,就可以算面积咯,可以算面积,啊,所以它在算面积的时候,它就不算了,直接就委托给它,叫它算面积,所以这里,啊,就算出它的面积出来啦,啊,所以这里,算面积的时候,就委托它,有没有,委托这个对象去算,啊,然后要设定边长, 诶,委托这个,啊,对象去,去设边长,那这个square里头呢,什么都没有,它只有一个指针,那这个叫做典型的, 委托,你给我,要我算area,我就委托你算,其中,set height的位置就不属于square,因为它没集成下来,所以就没有互作用,那这一点有它的好处,就是弹性,啊,它的弹性比较大,啊,为什么呢, 那我们可以,啊,这个,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掉,啊,可以把这个改掉,啊,对不对,可以把这个,可以把这个改成别的,啊,把它带进去,意思说,可以让,这一个,啊,换一个,啊,这一个,啊,这个,XR的类,然后呢,它的object,然后呢,换它来指向它,指向它,OK,那如果这两个, 两个有共同的JCO,啊,假设,这三个是它们共同的JCO,那就对了,那就可以,可以随时,在这里呢,在run time给它换掉,就是,在run time的时候,if then else,可以有的是new这里的,有的new这里的,那把它塞进去,有没有,那,它就会指向不同的,因此它会,这个改变, 委托对象,就这个意思,它可以改变,委托对象,所以这是很有弹性的,啊,比继承啊,要来的弹性,但是,写代码,有时候会复杂一点,因为它没有继承的,功能,啊,这样子,啊,只插在这里,好,那我们,就,啊, 啊,最后,做个文字上的,说明,就是,基于这个,啊,方法呢,也可以达到,reuse这个,rectangle里头的,代码的,用途呢,所以得到简单的规则, 除非你要继承,这个复类的接口,那么你就,不要用,继承,可以考虑委托,OK,继承和委托,都是重复,啊,使用,另外一个类里头的函数,里头的代码,对不对,所以square继承,rectangle,square就,啊,可以使用,rectangle的area来计算分析,啊,那使用,把继承改成委托,也一样,是由,rectangle的area,来计算分析,啊,那使用,把继承改成委托,也一样,是由,rectangle的area, 来担任,实际上,计算的工作,所以如果觉得square继承,rectangle有所不妥,直接你就可以用委托,啊,虽然委托的程序,虽然复杂一点,因为你不能,继承嘛,啊,要做转接,但是,勉强使用继承的后遗症,将更大,这个,负重可能延续到,rectangle的,各个小类别上,啊,那这个,啊,实际的代码,我们有机会,再来,啊, 啊,说明咯,在这里,我们就,啊,先,啊,这样子,讲到这里,先休息一下咯